奇妙的感動 但願你會懂 我願和你吵著感動 老師好 還有FB前面的家人跟現場的家人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自己第一次來跟大家分享愛與感恩的故事 那真的還蠻緊張的 所以有稍微寫了一下 就是來到超馬的 就是超級生命密碼為我的生命帶來的改變 真的是真的很感恩今天有這個機會 分享超級生命密碼 就是為我的生命定徒帶來的改變 因為之前的話就是也有在錄那個108天 對 那我的名字叫做 不好意思真的太緊張 我名字叫古智玲 那我來自高手的美濃 對 那一開始朋友就拿了三本書跟我分享 那一本是療癒跟千年之約 還有超級生命密碼 那本身治理就是出了社會之後 比較不認真不太愛看書 我就趕快拿去跟我的姐妹姐姐們分享 然後姐姐看完之後非常興奮 然後我真的跑來跟我說 你一定要把它看完 不可以懶惰 一定要就是把這三本書都看完 那我之前真的跟老師唱為就是我都沒有看 我把它放在我的枕頭下 聽說會有滿滿的震能量這樣 那就這樣睡了快一點才開始打開來看 那看完之後 因為那時候還在台南 然後那時候就是因緣聚會 我就回到了高手 然後朋友也在邀約我去參加讀書會 那就是參加讀書會之後 就有認識很多超忙的家人 那很感恩中醫大哥 他就是想要讓更多人認識超級生命密碼 看那個天原文化 那有來到美濃 我們有辦了就是在那時候 那時候第一次是在美濃寡山堂 還有會前跟那個 你看那個 採望片 對 然後每一週他們都開著車 一行的兩三台車 然後來到美濃 參加那個美濃超忙的讀書會這樣子 對 那時候也還沒有步入婚姻這樣子 那之後就開始 不知道是不是能量補得很足了 然後就 就是步入婚姻之後就 就開始忙碌了起來 那就 也因為在美濃的生活型態 大家都是務農區多 然後還有開店 讓老闆的 就是家人的比較多 在推廣上面真的是比較困難一點點 那發現美濃的鄉親很多都住在台北台中台 就是住在各地這樣子 那經過後面也真的是 那經過後面也真的是 看到綜藝大哥 還有會前跟那個 曉雯姐們 他們每個禮拜這樣來那麼遠 真的很辛苦 那也因為就是參與的人 沒有預期的成長 那我們就做了很困難的決定就是 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在就近 然後可能台南、屏東、高雄的讀書會 來繼續延續超馬的活動這樣子 那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在美濃的讀書會 大概前一、兩年 對 我們就先暫停了 那期待之後還是有這個機會 可以再延續這個美濃讀書會 讓在美濃還沒接觸到超馬的 親朋好友也有這個福分 乃略是太陽聖德導師的超級生命秘馬 那就是參加這個音樂會 就是前一、兩年 我也是最超馬完全的都不了解 就什麼都不懂 那只知道說可以去發書、發書、發書 發貼紙 對 我就是走到哪裡吃飯 反正有時候很忙就是吃飯的時候 發給老闆 坐邊有邊講話的人這樣子 開始從生活中去落實去發書 或是去發貼紙這樣 或是參加 因為那個梅華有 那時候邀請我參加108天那個錄影的活動 或是藉由錄影的活動 讓大家知道 我有天原文化超級生命秘馬 那也藉此就是邀約大家來參加太陽聖德導師的音樂會 跟實作的心討練習 對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參加音樂會這個過程 第一年就是有發願邀一台遊覽車 就是到桃園去參加老師的音樂會 那第一年的話都是我的家人朋友 還有那個中藝大哥的湖內讀書會的朋友 有一台車 對 那我們就兩台遊覽車就這樣子北上這樣 然後就那時候我們停在好漢坡底下 然後因為有抱在手上的音樂 然後有年紀很老 全部都白頭髮的裝備這樣 那因為他沒有爬著好漢坡上去 然後到了會場再爬上去接梯 那因為有那個經驗啊 就大家覺得可能比較累 那我第二年在邀約的時候 約長輩或是家人朋友的時候 就是去年有被拒絕 就是第一次約的朋友就沒有參加 那第二年就是透過爸爸去幫我 廣邀他身邊的親和好友 然後就很幸運喔 第二年就是我就跟太陽公說 喔拜託 因為這一次也是很多長輩 我們可能不太方便就是爬好漢坡這樣 就跟太陽公自己心中跟他在講話這樣子 結果那個到了現場 志工本來我們要往那個好漢坡底下開 然後志工就指揮 把我們指揮到那個會場前面這樣子 然後喔對 在這之前我的朋友叫王家綺 他有夢到他就做夢 他就很興奮 LINE跟我說 欸志黎我夢到你拿三捆 第二年的時候 那時候是豐收的那一場音樂會 喔志黎我看到拿三捆台幣的現場 大概三四十萬給我 然後還有拿了票 我說我沒有那麼多錢給你 然後他說安真夢啊 我說欸對我們要去進行豐收的音樂會 那一開始很豐收吧 就是跟我們一起去的負能量 有收到這份物這樣子 那在現實生活我們去到會場 出了很幸運的從門口進去 然後一路走進去志工 然後就是跟我確認我也是拿一車之後 他把我引導到就是會場的一個座位 一萬塊的那個座位 那真的是只有夢到的那個三十萬的就是豐收欸 就是覺得很感恩天地給我這個很奇妙的禮物這樣子 對然後第一年 對還有報紙比較跳鑰匙的事 那第一年就是參加完啊 因為剛好結婚然後又有發 在婚禮的時候有發那個欠點擊力跟療癒 然後也幫了一些老師創作的那個厚色喜樂的富裕 還有那個得上圓文化 那很神奇就是來參與我的婚禮的家人 很多時候好奇怪喔 這頓飯吃真的很開心欸 然後菜特別好吃 對然後就覺得很神奇 然後也因為可能自己平常有在放書吧 我當時對超人真的不了解就去放書 然後就八月又帶一台遊覽車 然後回來居然會沒多久 那時候就那時候也在租屋 因為也從那個台南回到高雄 然後一直在租屋 然後那時候房東說他要使用他的空間都要租給我 我就再找其他的租屋 沒想到我婆婆答案她說我說 你不用看了就是買給你 就是她就是很衝動的付了同情給我 然後送我動飯 就是這個我不會想好感到 對就是有一種老師說的不求自的 對那我也不是會去求這種房子去 不好意思 去做這些奪命 好奇怪 不好意思 太緊張了 對啊 因為其實音樂姐很鼓勵我來分享這樣子 那我在寫草稿的時候寫到一直 就是想要掉眼淚 你知道會是什麼嗎 不好意思 那繼續把他攪拌了65分鐘 然後後來就是第二年就是 今年就是還是在趕快邀一台遊覽車 對然後就是大概有邀了30位的人 來參加那個老師的雲端音樂會 對然後這個音樂會啊就是 雖然是在SNG的雲端 那我真的能夠感受到很強烈的法流 對然後還有一個小確信就是 先生再來參加那個音樂會的時候 他因為他一直想拜訪場 然後突然在轉角有意見 對很神奇欸 因為我們還在選 我到底要在家裡聽還是到現場聽 因為兩個我都很小 可是我只能選一個 對那我就跟他說 那不然在我家附近我就到現場聽好了 對然後就遇到這麼奇妙的音樂這樣 真的覺得一直被天地疼愛著 對啊 我一直拿到麥克風會這麼感動 然後然後就是隔天啊 因為先生那時候就送我一個他 就朋友有就是那時候這個武漢肺炎 大家做生意就是比較困難一點點 那我也是在做門市銷售 我一直掛蛋掛蛋掛蛋掛到我的想 是不是要還工作了 對那這只是那首老師的歌曲叫愛德祈禱 那我就想說來布施愛德祈禱這首歌 然後我就每天在公司放 因為我的機器是可以連藍牙這樣 就是跟大家分享法布施 那我就放出去我發現 我的業績突然很暴增耶 就是 就是 我的業績就是 我以前在街上課大概花兩三個小時 他還固定會夠嘛 就是那種很冷門的那種養生保健器材這樣子 大中小型的器材 可是我就是做實驗想說放愛的祈禱 沒想到我最快一個客戶是不到五分鐘 他就給我買了 這樣 對 然後 就因為真的就 就是到 主管也覺得這個人也真奇怪 一直掛蛋的人怎麼一直賣 然後就把我 把我調到一個我們有A店B店 B店比較掛更多顆雞蛋的店這樣子 然後我就在上個月底又調過去 掛蛋的人這種的店這樣子 那我就跟店長談了一下 我說 你願不願意做個實驗 因為你真的 大家掛蛋掛得很害怕 因為武漢肺也沒有人敢出來逛子 對 然後 他就用好玩的幫我來實驗 就是實驗看 OK 沒有很感動 我們就放那個 老師新創作的歌好感動跟愛的祈禱 就是放正能量的音樂來實驗 那其他的同仁也同意 然後也很認真在聽這首歌 那他們跟我分享說 他原本在那家電子掛蛋 掛他的心情 情緒起伏 都整個很不快樂這樣子 那他發現他聽完之後 他的情緒很平穩 然後就是可能情緒上也改變了 思想上也改變了 就很多方面 實際上可能能量場也改變了 結果那間就是掛蛋很嚴重 那間店突然飆升到業績指數到130幾趟 其實從事業務工作的人 但每一個公司的規定都不一樣 那我們是整點報食 然後每天報業績 所以我們都看得到 對 我就覺得老師按得祈禱 真的 我不會講 就是那個能量場真的是大到 大到無法用言語去形容 對啊 覺得很神奇 對 那就 那我們再拜回隔天的那個 在高雄的那個 臉詞談辦的那個實作課程 那很抱歉 這一點我就是一直在睡覺 對 那睡覺之後有看到太陽光 有看到老師的臉這樣子 那先生的話 他是說那三個心法 就看到很強的一道光 太陽光這樣一條光照下來 三道光很強 我說好 我都沒有看到光 他在睡覺 可能老師說睡覺也是療癒這樣 那可能喔 在靈魂 靈魂記憶體在被療癒嗎 可能某些開關啊 再重新重整自己的靈魂記憶體這樣子 那就是 就是先生他 他參加完當下喔 因為我先生他的體型很胖 然後很 很愛吃美食 然後一直都瘦不下來 那當下他就跟我說 他說我決定我要減肥 然後隔不到一週 他打電話給我說 欸我報名那個運動 那個什麼 我沒有替誰當廣告 我去就是我要BZ去運動 對 然後開始食物的選擇也會很謹慎 然後生活型態也是做了滿大幅度的改變 跟他之前睡夢中的他好像差很多 覺得他做完這次十做十課洗髮課程 好像從夢裡醒來了一樣這樣子 真的覺得這個老師 那個感恩老師就是創 創立的超級生命馬天原文化 對 還有今天有這麼多人受益 包括自己也在內這樣子 真的是希望這一份好的能量 讓更多的人知道這樣 或許身邊還有很多人他需要這個東西 對 那我們就透過這個方式啊 圖傳抄馬 對 然後還有最近我是上完課程回來之後 身體可能能量場在運作 我自己燒到三十八圖 我都沒有什麼感覺 我還去上班 我以前是身體很差 會身體不舒服到我沒有辦法上班 會增換工作的人 對 那 那 居然燒成這樣還可以上班 我都沒有請幾個小時而已 然後就還是有去上班 都把班都上完 就覺得老師的課程很不可思議 就是 對 就是除了 我覺得 在財富 或是人際 或是婚姻 或是人生 生命地圖 很多方面啊 整個感覺自己的地圖是被改寫了 因為大家在假作文化應該都會去算命還是什麼 然後大家就知道 算出來命是怎樣怎樣 可能就會以為自己的一輩子可能就是這樣這樣這樣 那我覺得來到超馬 好像 自己的地圖 完全都沒有在照那個 就是 之前的算命先生 或是自己以為的路在這樣走 對 那 平時除了我們去房屬廣廟 沒有要苦船抽馬之外啊 就是 也要聆聽那個地圖規 就是太理軒老師的地圖規 對 那以前在念書的時候 就常常有在走清空腦上的道場 那就有接觸過地圖規這樣子 對 那 工作之後 工作之後這個時間比較少 那 還是會盡量擠出時間 讓自己再重溫那個地圖規 忘記 就是 就是 可能自己還有什麼要改正自行的部分 因為 地圖規它有四個字 就是反愁諸己 行有不得 反愁諸己 今天我們遇到這麼多挫折 困難或什麼 就 就去想自己是不是哪里沒有做到位 這個也是從地圖規可以去地毯式的 去搜索自己的 就是可能自己的困難點或是遇到的 嗯 寵愛吧 對我在想 因為自己過去 會比較負能量 思考上也比較負能量 也是一個情緒化 我以前是一個 就是情緒按鈕 一按下去就會爆炸情緒很大的一個人 對 真的很感恩老師 就是 參加完就是操碼之後 接觸之後 我覺得 我的情緒上也有獲得很大的螢幕化的改變 然後 家裡也因為我接觸 家人因為我接觸了操碼 然後他們也 我也沒有特別要想過他們要接受這樣子 然後他們也看到我的改變 覺得太神奇 這個人怎麼會跟他們想像中的不一樣這樣子 那他們也因為我的改變 然後也來參加操碼 那也都會在台南或是在其他的讀書會這樣子 對 那 真的 真的覺得很 很感恩有這個機會 啊對 還有順便一提 我前陣子有養一隻狗狗叫有福 對 那他 他是實驗前已經六歲 那他剛來到我家 他就是會躲在陽台的角落 都不敢靠近我 對 那他二月三 算三月來到我這邊 那有逃跑 他一直想要逃跑 那 他失蹤過11天 真的讓我很難過 他就想說 欸不對 我有操碼 就跟太陽共同祈求 那11天後 他就 被掃晶片被帶回來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 現在來到我這裡 我家已經大概三個月 然後我覺得很神奇 他居然會主動跑過來 跟我塞藍和打腳 我就是覺得 這個 有些無形的東西就是 不會講得太多的感動 對 然後啊對 還有一個小確信 真的是想到什麼就講什麼 就是 就是 像我在賣那個 算養生寶件的按摩 然後 就看到很多很孝順的孩子 他們就是會買給父母 就是有些是買給自己 那會遇到有些很孝順的人 真的是 我發現現在還是有很多很善良的孝順的人 這樣子 對啊 就 就我都會算他平價 就不賺他平價 對 對啊 所以 就是希望老師的超級生意力 可以普傳到世界各地 整個全地球的人 都可以擁有這個聖能量 對 因為我相信還有很多人不認識 天原文化的超級生意力 對 真的 因為我這次在邀約的時候 我在邀貴姐們 姐姐們 然後跟他說 這次的音樂會很讚 你有聽過嗎 完全沒聽過 對啊 所以 期待 就是在臉書 FB的朋友 跟現場的家人朋友 你身邊其實還有很多人 需要你的 就是一個小小的動作房 去給他或貼紙 或是 或是 app 老師有一些app 或是音樂 跟他們普傳超級生意力 或許他機緣成熟 他就來到這裡 搞不好 夏天在那邊 下次在那邊 就是我們土傳的好朋友 這樣 我今天太緊張 對 講話有點不太清楚 對 謝謝 好